好 堅持童中求意 光是臭豆腐的配料泡菜 它就做了三種口味 選用最頂級的雪脆高麗菜 脆度 甜味都是Double 一點也不馬虎 人心麵線裡的蚵仔 則是從嘉義東食產地直送 磕磕鮮甜飽滿 配上滑溜順口的麵線 也有一番滋味喔 一陣圍觀 有交叉出現場跟月月大交叉出 不起眼的藍色發財車 有讓人魂香下馬的威力 那一頭蚵仔麵線 正忙著裝碗外帶 這一邊的油炸雞也在熱烈酥炸 甜不辣雞排 鹹酥雞和招牌臭豆腐 散發出誘人香氣 聚攏人氣 就算是過路客 也會被這景象給吸引 第一次買的時候就買了 等了兩個小時 等兩個小時值得嗎 還滿值得的 因為東西滿好吃的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跟人在吃跟人的不一樣 我都吃 我今天雞排 粗豆腐 跟蚵仔麵線都有 才剛開始營業 光是電話預訂 就已經接了30單 加上現場等待的客人 老闆 郭武縣和員工 一共五個人 快馬加編 趕 趕 趕 小餐車賣的品項很頻繁 臺灣到處都有 能在龐大市場中勝出 關鍵在於細節 小黃瓜 它分量都很夠 跟外面比起來 就是也很沒有的 特別的在於細微處 像是臭豆腐不歐白菜 切刀角度斤斤計較 才能炸出與眾不同的口感 炸的面積會比較多 就吃起來會更酥脆 另外臭豆腐的配料泡菜 老闆就給三種 台式高麗菜 泰式青木瓜 和切片小黃瓜 加量不加價 讓客人超級滿意 吃便當 正常的話就三個青菜 一個主菜 一個配菜 如果說今天有一家價位差不多 但是有五個青菜 一個主菜 一個配菜 我們打開來就會 哇 從吃便當得到的家菜靈感 讓它的臭豆腐大加分 即便下午才開始營業 老闆得從一早就開始忙碌 來 這邊好了 一起床就工作到睡覺 可以這麼說 把配角做成主角 老闆做泡菜不隨便 台式泡菜選用雪脆品種的高麗菜 色澤脆亮 是高級餐廳用的特選食材 又甜又軟又脆 不管冬天夏天 它的價位都比一般的高麗菜 貴一倍 半倍至一倍 老闆捨得花成本 買貴桑桑品質好的高麗菜 用的醃料當然也不能省 選用金門高粱醋 才能夠匹配得上 雖然貴了一點 但是它很柔和 不會過於嗆 吃起來會有比較的層次感 而泰式青木瓜 和臭豆腐也很搭 那一層會苦 要把它刮掉 有朋友也是泰國料理的師傅 請教才知道說內膜要刮掉 這一頭臭豆腐配料正在製作 爐台上的這一鍋 正在滷製麵線用的大腸 又仁醬香蔓延在空氣中 之前為了懶惰 為了省時間 有這樣子做過 先滷一堆起來 再冷凍分批 拿出來每天用 但是有個情形就是 大腸的鮮味 甜味會不見 如果是當天現滷的 它有肉的甜味 就好像我們吃白斬雞 新鮮的就很甜 冰過隔天的甜味就不見了 醬油脂食譜研究半年 勾芡的地瓜粉是了十多個品牌 一再調整 終於做出自己滿意的味道 進口的也是蠻漂亮 蠻辣克的 但是它的味道不夠 台灣的鮮甜 然後氣味很夠 嘉義冬食的鮮科鮮甜飽滿 也是每天從產地直送 自己醃溫體雞胸肉 做雞排和鹹酥雞 雜物常配的小黃瓜 也拿來配臭豆腐 即便品項頻繁 也能讓客人吃出誠意滋味 不少人特地從市區跑來 等傳說中的美食發財車出現 老闆也打算租下附近的店面 不再東奔西跑 裡面以後有冰箱的話 食材保存 也不容易換 也比較鮮現 小小發財車除了滿載美食 也有著老闆誠懇實在的生意態度 再普通的品項 也有發財的方向 就在桃園機場附近 有一台這樣的拉餅餐車 每到下午都會聚集滿滿的人潮 很多人因為是機場員工的關係 所有它有機場人的下午茶稱號 在招牌拉餅裡 放入中藥醃漬過的肉片 大把洋蔥 香腸 荷包蛋 還有很多豐富的配料 紮實的口感和香氣 一個居然只要50塊的銅板價 另外老面做傳的蘿蔔絲餅 韭菜餅 吃起來也是清爽不油膩 許多機場人一吃就是 好幾十年的時間 哈囉 妳跟阿山煮加甜辣就好了嗎 一個韭菜 韭菜你摸什麼東西很有耶 手腳俐落的老闆給料不手軟 配料大把大把的下 再來顆煎蛋和香腸 把拉筆塞好塞滿 才甘願收手 好像這樣不怕人家吃這樣 覺得好像不趕快早點來買 會買不到這樣 那有飯會讓你上癮的 又便宜又好吃 以前的同事介紹來了 因為我們都在跑機場這樣跑 機場載貨這樣跑 有時候來還滿不錯的 謝謝 掰掰 配料給好給滿 給到意義出來 想來點辣的 老闆就把整根香腸 浸到醬汁裡 作風超級豪美 餡餅現包現煎 老麵餅皮包有高麗菜 韭菜蘿蔔絲和紅豆口味 包得圓滾滾 煎得酥香脆 你包人小人家一個吃不飽 吃兩個又太多 你乾脆給人家大一點不是這樣 一個就可以吃飽 不是想賺多少 而是能讓大家吃多飽 楊素月對待顧客 就像對自己孩子般的大方 這裡大家都是在工作 機場工作的 你要給人家吃飽 你當初別人大家幫你的忙 現在你孩子 我們自己的孩子也長大賺錢 就養我自己而已還不簡單 22年來都是四足利潤比較少 盡量什麼都要自己動手做 一輪餐車醬料倒餅皮 統統自己來 甚至有熟客吃到便製工 有人主動幫忙牽電線 還有機場安檢人員協助煎餅 更有人負責倒飲料 我家倒倒飲料 倒飲料 那你煎的速度快不快 他很厲害 他只是我沒有跟他拍到 會啊 他沒有就要這麼快 大哥 你都幫他裝藝人薑喔 他要買的 我今天是要買的 這是他們家要的 CP值很高 大姐好久都沒有上架了 真的 喂 你好 他告訴大家點辣嗎 雙手不斷的煎餅 雙耳也戴上耳機 訂單不漏接 即便忙透了 楊素玥還是堅持自己備料不外買 濃稠的藝人薑加入牛奶更加滑順 台北兄弟飯店的主廚也給建議 不斷的調整口味食材才有今天的品項 我一直用感恩的心態在過日子 真的 我們生命都很多貴人啊 大家都幫助你啊 這是梅花肉下去醃的啊 可以跟肉拿現場 混合比較香啊 就是因為我那肉是醃中藥的啊 它中藥它再混上去會很香啊 生六的米粉加一點高粱 那你這樣才不會 將心比心啊 你賣你的東西 就是要把它當成米粉 別人賣給你的一樣 以鐵本燒方式來炒肉 要放幾顆洋蔥 楊素玥說它沒有再算 煎台滿了就是夠了 做生意阿薩利 當客人是自己人 熟到見到人或車 就知道要吃什麼 這邊的科學是你哪些居多啊 機場啊 機場上班 機場啊 長榮啊 連那個好亭 我本來不在這邊 在馬路邊啊 那就是生意好 客人一直跟我先 才進來這裡面啊 歪打正少啦 你要什麼 我要五個滷花餅 就是加香腸的 下班了嗎 距離桃園機場 僅僅五分鐘車程 楊素玥的餐車 就像是機場人的食堂 下了班或是正要上班的 總會來這 帶上一份 女人都是比較有任性 很多小孩子是從國小吃我的東西 到現在都已經出社會了 對啊 我們還很慶幸 我們還能做事 真的 而且在這個疫情的大環境下 我們還能過得很好 這倒是真的 楊素玥將滿滿的用心誠意 灌進拉餅和憲兵裡 持續餵飽 辛苦念書 工作的學子和勞工朋友們 在桃園有一位這樣子的主廚啊 他從小就非常熱愛料理 把薑浙菜做出了創新的變化 上次經典的宮廷菜 葫蘆鴨它就塞入了 精華火腿 干貝 糯米等八寶餡料 以炸代蒸吃起來乾爽香脆 還有這道桂花金鋁蟹 則是從蛋液經過大火快炒成蛋碎 與螃蟹結合之後呢 乍看之下就像是桂花 灑落在螃蟹上 美味吸睛 而且這裡面每道功夫菜呢 不僅獲得顧客肯定 總統跟將軍都是他的座上賓喔 被綠意包圍的用餐場域 裡頭隱藏著宮廷御膳 葫蘆鴨 以及滿是海味的珍寶海軍艦 桂花金鋁蟹 一道又一道的宮廚菜 在這裡像是三千嘉莉 急著珍醜 主要那個口味真的滿到位的 讓你覺得說 好像就是到一個皇宮來 吃的那個感覺是很讚的 怎麼會有這麼好吃的地方 光先看到東西就覺得胃口大開了 真的是宮廚菜 真的是棒 這裡的料理不僅美味 背後還有著歷史蘊涵 葫蘆鴨因為深受康熙乾隆皇帝的喜愛 而聲明大奏 巴寶內餡 精華火腿 開揚 干貝蓮子百合 大火快炒後再跟糯米拌雲 最後塞進去骨的鴨子裡 邊入料也邊塑形 塑成葫蘆的形狀呢 那曲意叫葫蘆 那在以前的浴廚是希望給 那個康熙跟乾隆的感覺是說 我們其實在他的統治下呢 江南是非常複數的五股豐收 主廚擅長江澤料理 葫蘆鴨原本只有蒸煮炒的過程 他又創新加入炸 口感變得外酥內嫩 增添更多層次 因為巴寶的餡料融入在鴨肉裡面 所以鴨肉整個吃起來是非常好吃 我第一次吃過那麼好吃的料理 有山珍當然也要有海味 把在地客家美食米苔木入了 再加入肉絲 冬菇絲 清酒開揚拌炒 最後放進已經去骨去刺的魚肚裡 米苔木的作用在於吸那個 海鮮湯桶 讓米苔木能夠吸到海鮮的那個鮮味 那在客人在吃的時候 它可以吃到 除了湯的鮮味之後 還有米苔木 它也吸飽了海鮮的味道 在豬油網把魚包覆住 既可以不露餡 蒸煮的過程中 油脂也能和魚肉結合 最後再與食令海鮮搭配 注入魚龍骨熬製的高湯 一鍋鮮味十足的海軍艦正式出航 另外這一道桂花金鯉蟹 其中的桂花就是將蛋液炒出 有如桂花的細碎 相當考驗師傅的蒙火快炒功力 再來就是把螃蟹快速過油 最後和淡碎洋蔥蒙炒收汁 廚師它是可以是個藝術家 也可以是個物理學家 是個化學家 因為每個食材 不同的食材的屬性 蹦出來的呈現方式 或者是不同的口味 其實是要投入之後才能夠知道的 炒頭兜圈子和蟹粉炒蝦仁分別是兩道菜色 但透過兩位廚師同步料理一盤雙吃 不僅美味更有廚師的默契 為老菜注入新話題 主廚中文景領軍的江浙上海菜 融入在地食材增添創意 像是清香的野菜成了立體綠砖 看似玉璽的郎菜 其實是經過青紅花椒 大紅袍燉煮的牛筋 中文景的功夫菜獲得了顧客肯定 她將持續大展廚藝 將江浙菜華麗變身 中文景領軍